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勇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回來第三節 先不說國際話 還是繼續說本地話 本地就看本地言論 這一節其實有少少是 昨天大亨說梁振英的移居還是移民的前轉 因為先後至梁振英的報道是17號 原來《香港01》 15號的時候 登了一篇 應該是施永青的訪問 詹文是另一個姓林的讚告者 下屆特首要做好中央和港人的橋樑工作 因為一國兩制已經進入新階段 過往的營知出現很大的實質改變 要清楚交代打算怎麼變 資本主義要保留多少 他說要移民的想留都留不住 但是營在觀望 走多少就看你變多少 一切掌握在北京手上 施永青就說另一個大問題 房屋的議題歷介都是施政重點 要解決它是掀一發動全身 因為香港的經濟民生近百年都在高地價的生態中形成 是不是 就算誇張到近百年 近百年 這些應該是戰後之後的事情 是的 舉例說前特首董建華的八萬五零成 令到樓價大跌七成 之後又是要打回原形 因為吳儀解決 暫時看不到特首應對這兩個問題 有充分認識 是的 這個也是傳奇的 大家記得都是黃子華 原來是引述來的 他本來接受網媒卓健明家訪問 另一段都是引述 卓健明家其實都是親北京的網媒 包裝到訪問了很精英的人 看他們陣營的很精英的人 蕭英青就是其中一個 他們都是指一個兩制 是的 一個兩制是 轉變是實質的轉變 有一批人不滿意就選擇離開 他的說法是老婆轉了心 想留不住 是的 自己建議就是 中央要公開一張50年不明 延續到2097年 當然我知道世界變化得很快 很多事情會變 但是這一刻要清楚 被香港人看到你的取態 是的 這個都很後 在我們的圈子看完 多數都反白眼 反白眼 即是你遲了很多年才去說 你對所有的矛盾大爆發 即是我們要面對的 你不是在災難之前就處理了問題 說真的 國安法之後都沒有人再去 沒有人再去說2047 是的 香港變化的事情都很大 但是蕭英青的觀點 未必是在所謂的政制上 即是可能是在經濟上 民生樓價上 還有多少發大財的空間 還有多少穩食的空間 或者香港的特殊性在哪裏 即是商業上的特殊政策 是的 我猜孫英青去看 遠遠比所謂的國安法 還是其他所謂的言論自由 在非國家安全的問題上 保留香港的制度 包括司法獨立 才可令人安心 無論變如何 對香港政策必須明朗化 曾表明畢業衝造選委 亦沒有權選特首 透露過往與李家超接觸主要是對方 任保安局局長 形容李生比較低調 對事情沒有太多論述和表態 即是撲開面 是的 即是一問一答 通常都是給官藥文章 看不到他的抵褶在哪裏 看不到他的真性情又如何 即是都是誠虎誠心 是的 即是他大眼就變了 住這裏的音音咀笑 是的 我記得 劉駕再細節一點 當年搞這麼多又回頭 主要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特首又好 中央派來香港主席大國的官員又好 能否展示給我們看這些問題 是充分的 知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怎樣去解決 只是叫兩句出來就解決到嗎 解決了之後又回到原位 這裏其實就有少少延避 即是八萬五到四爬之後 其實為何會又升破原位 甚至是再創高峰 是因為北水南樓 嗯 那為何大陸人會覺得香港樓 值得去賣 其實都是一個資金內樓 和避險呢 即是高雷值高雷價政策是一種 但是那種港元那種互動 都是香港可以不需要難留的一個很重要原因 是 另外都可以 其他有趣的就是 施永青的思議觀點就沒有說 都不要直接說這個題目 他都是在另一些媒體那裏訪問 但是看過去那個星期的思議觀點 其實 嗯 有篇 主要有三篇問 都有點關聯 有兩篇是關聯 第一篇是 對李家超特參選特首的觀察 他說 他不是林鄭的外將 如果林鄭自己選他 選聶德強的機會更多 大家意識到李家超背後 是被林鄭更迷高權重的人去支持他 再是一國留制以上 2.0加越國家安全問題 這個成立特殊 中疆可能會覺得 保安系統出身 當特首會合適一些 所以社會常常為人猜測一下 人特首是李家超 還有 是 尤其是現在 是他成為唯一候選人 這個東西 都很明顯 連其他 其他 要做陪跑也好,增加競選氣氛的人都不出現 背後那些選委不敢投給其他人的原因是甚麼呢? 從他參選宣言,雖然他有承擔歷史使命 但沒有具體解釋他在歷史潮流 正是推動香港潮流的方向,在這種發展中存在那些或然性,香港可以有那些選擇 而他自己傾向會做甚麼?取捨有歷史使命的人應該會考慮到問題 考慮理他對這些考慮都語言不詳 對這一刻為止我只能說李家超是一個莫得中央全力支持特首候選人 他會按照中央交託給他的使命與定好的目標的努力 來按香港具體制度加以落實,但他落實的能力就有待觀察 其實他到底想說是否會搞經濟 或者看現在這種第二次冷戰的狀況 你到底香港的經濟向左轉,會左轉到甚麼地步? 左轉到一個狀況是否在這裏靠經營 即是房地產買賣還是有利可圖 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這樣 嗯,即是香港所謂不受容不變的經濟政策 經濟模式不變或是法制不變 但世界在變,中國在變 即是他的思考怎樣可以在不改變 或者不跟中國完全接軌之下保持香港的狀況 另外一篇思觀點叫做下屆特首要為市民解答甚麼問題 嗯 他們歸納了六點 第一就是… 六大工作 還有25年就50年不變的承諾到期 其實25年後香港會繼續行一腳兩制 融入中國變成一腳一制 這是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他自己問就是李家超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第二條問題是23條 但搞了25年都未完成 你有沒有信心可以任內完成 你心中有甚麼初告 可不可以先向市民介紹一下 但這個似乎是回答了 即是說23條是首要業務 是的,是首要業務 但具體是怎樣落實 還有這個不是他的推論 這個是我的推論 他跟國安法有甚麼地方重疊 但有些東西連國安法都蓋不到 他就可以蓋上去 還是等23條出現之後 國安法可以公成新推 都不知道 即是未來的政制發展是要向市民交代的 第一屆特區政府就說要解決六個問題 居屋應該不是合意的 是說居住問題 這個之前也提過 剛才的訪問也提過 實際上你一動樓價的話 說中產加價台幅蒸發無力消費 台幣有投資能力 你怎樣可以限制樓價 又不會重蹈董燕華時代的覆設 其實那個時代都不容許重複 現在任何情況一跌的人都會買 第四條問題就是 中美國來到香港成功磨心 香港要支持國家立場有不疑 香港與西方關係 農得比中國的西方關係重要 你心目中是不是一條既定的策略 這條問題其實挺難解決的 第五條問題就是 香港年輕一代長期受西方的意識形態分洞 對近年的定位不認同 紛紛選擇離開香港 大量流失對你有什麼解決方法 這個用政治正確的問題 就是選入中國專裁 其實真的可以用回老婆當年 知道林彪坐飛機走人的一句說話 天條下雨量要加油投得去吧 現在似乎都是無論是 其實這句話 你不單是年輕時受西方意識形態分洞 你私生也是 不過你是受新馬斯主義思想分洞 他最初都是受資本主義塗毒 塗毒到… 其實現在如果以中共那個… 他曾經是跟維亞公圍圖 可以以同志相稱 甚至是 是 如果以中共的評價標準 他依然都是資本主義圍圖 有產階級的毒草 那他第六條問題就是 那條火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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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 即是你不可以只是說類似當年葉劉推銷23條 說信惡那三個字就算了 但是現在最誇張一點 因為李家超到現在都沒有政綱 這件事都是令到一眾香港的自己分子都沒有評論到你 唯有拿回以前的東西去評論你 即是用讀PhD的類比 答辯的session也正在來 但這篇論文其實還沒有寫好 也沒有提及 可能是extract也沒有 到底會怎樣回答呢 但也知道內定他過眼 讀博士學會搞成這樣的話是花式自大 但要捱多一年 下年請早也是 再舊一點的一篇文就說中國疫情嚴重 經濟有下行壓力 他也是從資本家的角度 其實這篇訪問 施永青他潛台詞就是 到底在他的角度 在他的資本家還留在香港 到底這個紅線在哪裡才不會報馬雲一後塵 他真正想問的問題是想問這樣 這件事恐怕都是 這個去留的大災問其實是包括他自己 他亦都幫很多在香港有一定的資產的香港人去問 其實他的觀察是對的 第一批所謂的 他形容的就是老婆變心 那種因為很以色形態 很對政府失望 所以走的人就走了 現在留下來就是官網的人 這間官網的人某程度上就是看經濟 看香港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居住地 或者是在很好的投資地方 發展地方 這件事又跟商業上的一國兩制很緊密 即是如果香港沒有這個 即25年之後完全沒有這個 50年不變的所謂的障礙 那這一處是否真的會變成中國這樣的狀況 如果他們看回中國的狀況 他們也會害怕 是 但是以過去半年的防疫徵事 你看到還有少許分別 想搞遺風強陷 全港遺風強陷 其實阻力很大 但是其實那個阻力 為什麼最後做不成 可能他們都知道真是煙狗的話 可能是更加上海 是的 因為政府的信任度不高 而且還是一個殘餘的open society 還有一些open society的因素存在著 甚至上海其實都有很多負面消息傳出去 比香港是更甚 即上海恐怕如果要說的話 就是其他人是小區經濟 結果會演變成一個親西方陣營的看人家最開心 嗯 不過是看著我們很慘 是的 走的人就會覺得 是的 遇到香港是這樣的 I told you so 那時候還不走 是的 即是如果現在走的香港人就會說 都仿照當年不肯離開奧地利的猶太人 是的 到最後才離開 最後不能離開 是的 都會這樣 是的 尤其是資本家 要在香港帶著資本離開 其實差不多要起行 當年那些猶太人 即是當年中歐或西歐的猶太人 都是有錢才能走的 是的 全部人都可以走的 嗯 那時候其實其他西歐大國 其實他不願意接納這麼多難民 嗯 試過有些難民說是完全演繁的 好 如果由施領青這篇文 看回梁振英那篇訪問 其實梁振英是小小次想回應你 嗯 有這樣的味道 但是其實那套梁振英那套說話 是很典型中共的後文 即是你離開是你不理解香港的新的現實 你理解那個你就肯回來的 嗯 那種有少少也是幫回親北京陣營 拿回下台街 是的 即是他們拿BN都走了 但是還是保持著特區護照 或者是身份證 嗯 不是太多人真的走去入境處 做那個註銷中國籍的手足 不是那種退中國國籍 是 因為退中國國籍某程度上就不能回頭 是 那現在就是 望著其實 就算走好也好 也會有移民潮 是 即是回流潮 是 那這個回流潮是怎樣呢 因為之前也有些人看死 就是你去到外國 覺得生活好了 但其實生活未必會好 是的 即是是否真的有自由空氣 是否 即是最低限度是否找到食 是否找到工作 即是外國似乎是很難的 即我有些朋友是現在 現在本來是專業人士 因為去到外國就可能 做低技術輪高 好一點就駕巴士 是的 即駕巴士是好一點那種 是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一 但我Facebook有個朋友 其實他是巴交 嗯 他其他有很多的達趣味 其中一個嗜好 他是巴士外號者 他真的做到巴士之間 覺得很快樂 在外國 一種夢想實現 是 還有駕駛的模特兒 跟香港的巴士好像是同一款 嗯 又可以逛逛外國 精神上可以回到另一個鄉下 回到一個更加原本的鄉下 是的 某程度上去到一個全球化的狀態之下 那麼你選擇居住地 會是你根據些什麼呢 是的 如果是過往一兩年的話 可能是防疫政治 可能是19年那種 那種心態 是的 但是會隨著時日而沖淡 沖淡之後 生活來了之後 那他們會怎樣選擇呢 是的 那這件事是 這件事是要觀望的 例如剛才梁振英 似乎就是倒 是的 有一群人就會這樣回流 是的 讓他們知道 例如香港民主審 我會知道 我會心主義回來者 即是我會歡迎他 其實這件事是一種浪子回頭的地獄 是的 即是梁振英那段訪問 他都知道現在是有的 二汶超 嗯 但是他都說 你們在外面受不了回來 我們會歡迎你 是的 即是我們不會到時就 到時就 到時就 雖然無人知道 是 到時會不會有什麼留難 會不會有什麼審查 不知道 那他都說一些不同 其實有部分人 為什麼還沒有去到 完全取消了 就是不做那個手術 因為 因為那個手術 因為說明說 即是拿BNO走的 是拿不到求職金 是的 其實有些事情是他不說的 那個訪問又沒有在這方面的問 那這件事似乎都是經濟上考慮 其實又這樣說 你是不是真的退國籍 這件事是姿態來的 當然這個姿態做過 那個其實很有親子倫常衝突的味道 好像有一段出 可能是手 即是家長都有這個出 就是手上其實也是 是有一筆信息 但是要子女 達到某些條件 讓他判斷 變成了好像一個死結一樣 或者反過來 經常有些衰小子 其實簽不簽 那時候 有些人簽不簽衰小子 就看看會不會申請到公屋 會不會用個人名義申請 即簽了衰小子 可能就會好些 是的 這樣的 用經濟的角度去看 其實是會不同的 那件事 即是 身份上 其實有時 有時 真的未必是 這麼政治性 是的 其實我是認識一個 民主黨背掛 最後未必都被DQ了的民主黨議員 他現在是去英國的 嗯 有些 他的情況 有些特殊 就是 首先為什麼我跟他認識 因為他也是喜歡 因為是一些教兇史外號者 他在討論他曾經貼過一個教兇史 推論如果 八九民運是和平收場 最後中國會變成怎樣 最後沒有寫落對 因為他最後會推算到中國 民主化去到 又是變成了 有一個中國式奧班的人物 會變成當權 嗯 那他發現 他這樣寫下去 變成好像是幫助 五毛 變成提供第一用 那就不寫下去 但是我推論其實都是類似 我也是這樣 最後我同意他推論 我猜到最後還是會搞成這樣 就是民主憲政的根基薄弱的話 你民主化很容易出事 嗯 他那時候就是 最後都肯再做新一輪宣誓 再留幾個月 但最後都被DQ了 才走到英國 他就說明他就不可以安裝國際線的東西 OK 因為他都被這些泛民 即是類似背負了阿泰的罪名 OK 他就說明他不再參與南昂海外的政治組織的東西 他現在變成了做倉務員 不要緊的 這樣做完政治 他又有了萬事 我是在想好不好介紹 阿爵會讓他認識 讓他公餘算是有些寄託 有一個人跟他玩一下長遊 也好 即是去到外國 不管你過得如何 是 彼此扶持 是 即是現在去到外國的人 都要適應那個 適應那個 已經轉變那個政治生態 是 是的 但是其實有一套中國準備好 星期五公演的主旋律電影 其實是 變成了這一節議題的一個有趣的自助腳 去一去那個預告片 這套戲叫做鄧小平小道 為什麼我會留意到這套戲呢 今天訊報A16的兩岸消息版 左下角有一小框去報告這件事 在二十大召開前職 就有很多重大革命題材電影上話 其中有一套就是這套電影 明天就 這個星期五、二十二號全國上映 其實他在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 在廬山市已經扮演了一首 剛才搜尋YouTube 我都大吃一驚 竟然有整套戲看 有 應該找不到 即是流出了 先找找 是的 大大套的傳播很有趣 很有馬虎的味道 BGM是馬虎 BGM是馬虎 實際上他拍的內容是文革相恨文學 他有一種很有賞氣的氣勢 他最後那一刻 放下的鎚子是雷神之鎚 是雷神之鎚 然後鄧思雲拿起革命的大鎚 那是有點像 他下放了江西立昌拖拉機 在拖拉機配收廠下放的勞動 但你看到那些畫面好像乾障莫邪 去鑄劍覆首 十年獲一劍 我都搞得 介乎封雲也是 封雲也是Super Hill 簡直是厲害的 剛才看預告片 看到鄧家都下放了他 很多苦情的場景 也看到拖倫爾 很明顯是大兒子鄧薄方 應該是慘情的一套 是 小道在將軍樓去到的工廠 五百幣小徑上 上下班就思考了國家前途和命運 敢互縮貧困 不屑社會主義等發展問題 看見黨國存在問題 特別是權力各分集中 黨政不分 政棄不分 靠行政手段 指令計劃 經濟自我封閉等 這套戲是中宣部批了 他是小道的意思 鄧小平有個經常去的地方 獲得中宣部2019年專資扶持 在2019年7月啟動攝製 2020年5月殺青 2021年代為電影黨課教育 向全國面向各地黨員內部訪影 除了首映之外 原來已經變了內參 難怪又流出了 又流出到YouTube 當然要流出YouTube 其實這些是炸眼閉 我留當是一種大外宣 大家都 現在讓我看看 全球華人仙島為快 我很想看一看 我才找到2003年鄧小平的戲 那部戲 就悶很多 全部都是民戲 相信他也不會有什麼武器 但是他有權拍到很文藝片 他不是大決戰那些 說劉鄧大軍 你想說沒有打場面的話 他講過內戰的題材 就可能會有 他有權拍到很田葬葬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什麼可能會去到 即是去到南風箏的總級數 太匪夷所思 主船都電影拍到這樣 現在就紅狀 革命是有陽光氣息 剛才很重陽光氣息 你拿起這件事 其實施永青這些就是繼續觀望態度 用英國佬說 Jewy is out 他還留不留下 就可能看到底 最後香港的經濟路線是如何 我一直對大鏗所說 穩積是抗爭 發達即大革命 但是這兩樣東西 是手段來的 目的是什麼 現在就大家自行領會 香港人最大的悲劇 就是將這件事當作目的 他不知道這件事其實是手段來的 是的 即是可能是你人生的目的 即是賺食 發達 但是對於 都是某些正觀的目的 即是老順人講 換流之家 羅拉走後怎麼辦的問題 解決了經濟問題 走出去之後怎麼辦 即是你現代版本的話 如果你解決不了經濟問題 你就變成PTGF 是的 即反而 老順人看到 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想要自由 但是你都想到什麼手段 來維繫你的自由和獨立自主 是的 即是 現在面對這樣的主權之下 更加要看看 看看那個黨的方向是怎樣 是的 我一看電影也是一個挺好的方向 有趣 有趣 雖然要看的有很多 雖然進不了電影院 但是我們發會的氣質 氣質是再堆積得更加大 是的 是的 這樣就差不多 如果大家找到你們看 看完就告訴我 是怎樣 那你YouTube看的話 通常忍不住就會加快速度 嗯 忍不住你看 觀影會變成加速師 是的 我想看看會不會成為神化了的人 神化了的電影 是的 即是否真是神選之刃 是的 即是這個中國超人 是的 還有鄧小平 周揚 很有趣 好 那再看 今節就到這裡 看完節目記得like comment和share我們的channel 收睇最強頻道訂閱熱血時報